大家好 最近我学生 我叫他去练习 但是我们学生我都会发现到 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个盲点 也就是说 他们批完了以后 他们觉得内心不安 内心不安 然后就会偷偷来问我 通常这一种的 我都不会给他答案 我不会给他答案 为什么 我说我批八字就是要付费的 哪有你的客人你批的 哪有来找我 我来帮你做修正 等同是不是你批的是我批的 他这样是等同你批的不是我批的 所以我要收费 这个我要收费 觉得老师我就很担心我会批错 你批错 你连答案都不知道 你在担心什么 你都说他11月会怎么样 你就把这一个人的记下来 等到11月你去问他 有没有这一回事 有的话就表示你批对了 没有的话就表示怎样 我错了 赶快来去问老师 为什么我这样看法 我会是错的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 当命理师这些人总算会知道说 真的帮人家批命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所以各位你看我这样子笑嘻嘻的 对我也压力超大的 跟你说真的压力超大的 但是为什么看我又笑嘻嘻的 很简单 我就是这样学八字答 我当时候在学八字的时候 没有老师可以教我 就是靠着这样子 摸索你知道吗 我批了以后 看他为了 我跟他批未来几个月 这时候我也不知道答案 我请问我要问谁 我的入门师傅跟我学的完全不一样东西 我问他他也不可能给我答案 因为他用的东西就跟我完全不一样 这时候怎样 没办法记下来 批了以后我就先记下来 等时间到了 怎样去印证 我就知道我到底批的对还是错 当时候的我没有老师 我要这样子不断不断的去做修正 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怎么又错了 然后开始重新再跑 可能是这样 下一个我就把这个顺序记下来以后 批下一个人 我就是按照这个顺序 对了 他就是这样 开始慢慢建立信心 也就是说我就是从什么 错中学 学中做 在那边做了 错 错了又修正 我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花了我大约7年到8年的时间 这一种学习各位 你认为他是很愉快的吗 这是很痛苦的一种学习 我的学生现在不是 变成是他批一个就赶快来问我 我说 你就等时间来印证 你不要说有A跟B两种批法 要我跟你讲哪一种才是对 你等时间到了 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说 是这一个才会印证 这个就不是 在这一种状况的话 你是不是就有体认了 因为这个是你实际的一个案例 而不是经过老师 经过老师帮你做修正的 那也不是你的东西 那是我自己的东西 因为是我批的 你没有实际上自己去走过这一种路的时候 你是不会印象深刻的 跟你说 时常同样的一个毛病 老师我在教的时候 跟你说 我一犯再犯三犯五犯都给你犯 因为他会觉得怎么 有老师嘛 他没有压力 可是当你是面对一个人 你在批的时候 压力来了 赶快要来去问老师 这时候我不会给你答案 我请你记下来去验证 等你知道了你批的答案的对错以后 错了 你赶快来找我 只要你有办法自己做修正 就自己做修正 你不行 你赶快来找我 老师 为什么我这样批 结果导致的是这一种情况 我自然而然 我会跟你讲 他的原因是什么 这一个才是真正的学习 这一个才是真正的学习 就是我要学生亲自去批 错了 对错 这时候我都不在乎 反正他也没收钱 他就是练习而已 但是他要去经历过这一段 他会感觉到压力很大 很紧张 批的不知道对还是错 对不对 大家都嘛这样 刚才踹鸟的时候 都做事都很紧张 等到你越做越熟练的时候 真的瞇一下 你也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 同样的 刚开始批你一定也是这样 很紧张 很希望有人带着你 你会发现到老鸟都会跟你讲 你就做就对了 你做就对了 你就会很干 看妈的都不教我 可是当你做会的时候 你在带新人 你也是这样 顶多是好一点 就是我步骤一步骤二 我带你两次 第三次再带他的时候 你心情会很好吗 同样的东西带人家三次 所以说要去实做 要去实做 我情愿前面让学生骂 干嘛老师都不屌我这样子 不是不屌你 你要去印证 当你印证了以后 你才有东西来跟我讨论 而不是老师 这个八字我批的 你连答案都不知道 你要问我什么 你可能连自己的问题都不知道 你只会说我担心我批错 你担心你批错 你现在知道你是批对还是批错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哪知道你的盲点在哪里 你不知道 我哪知道你的盲点在哪里 你怎么是叫我再帮你做修正 就算我帮你做修正了 你还不是拿我的话去跟客人讲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也不是 可是你想要作为一个命理师 我想请问 有可能都是我在旁边这样子帮你吗 我可以帮多久 难道你做十年的命理师 我要在旁边帮你十年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要有那个心去做这一些动作 这个就是当时候我这样子去做的 所以我们的八字不是统计学 我说过来我的八字不是统计学 很多学生以为我有很大很大的那种资料库 里面有很多八字 不是 我的八字就是一个来 批完了寄下来验证 还有不对 这样子再做修正 下一个来 用这种方式批 对了 这一个就可以用 就是这样 一个一个去验证 实验出来的 实证出来的一个理论 所以他为什么要花我这么久的时间 可是各位 我假如叫你走这一路 你会痛苦死 说定你很快就放弃了 你很快就放弃了 因为那时候完全没有这一套理论 是我要不断不断的去碰 我要不断不断的去碰 那各位 你才批两个人 你再紧张的要命 我要批几个人 我都痛得头破血流了 所以我不会觉得你们那个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 我不会觉得那是什么 我反而觉得你不要问我这些问题 你就给我记下来 然后等时间发生了 你批说他11月会怎样 批他12月会怎样 你就等12月1月的时候去问他 是不是有这些事情发生 有 我当时候批论的是对的 这个因为是我实际批的 你有沒有印象 你一定印象非常非常深 你一定印象非常非常深 所以这个就是实际上在学八字 不然的话你批一个问一个 我跟你说 假设这样的话 我干脆开一个叫做命理 命理就是职业命理师专业班 各位这个在外面 一般的行情价大致上100万 你就拿100万给我 你就跟着我旁边 看我怎么去批课了 直到你全部学会 这样子 我觉得100万刚刚好而已 对 我批命你在旁边学 然后我跟你讲要注意什么 就绝对不会是那一种 5万块的学费而已 那个要100万 为什么 你要看的是我实际批命的状况 看到我怎么去应对客人 所以不像各位所想的 职业命理师 跟你说 行情价真的差不多就是七八十万 100万都有 职业命理班 职业命理 就是专门教你当面理师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当然不希望是这样子 我会用另外一套的方式 让你很快很快的能够有进入这一个行业 而有能力去批命 那就是什么 用这一套方法 用这一套方法 你不敢批命 那就算了 你就永远玩你自己的八字就好了 那你敢批命 你这样子去撞 跟你说 很快你就会批很多人了 2、3、10个、4、5、10个 然后隔年 你就开始一个一个来印证 我这个对 我那个错 我这个对 我那个错 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才会知道 我是哪边真的是不好 不对 我哪边真的是对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 学习才会快 像这样子学的话 你假如都批他很短暂的 下个月 两个月以后 你假如都是这样在练习的话 可能半年以后 你就是已经是一个 身经百战的一个命理师了 身经百战 可以出来职业了 是可以出来职业的 所以各位学八字就这样学 没有任何诀窍 不是读了一大堆书 你读那些书要干嘛 你读那些书 只不过是在虎客人 虎客人不懂的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 可是你读了那么多书 我问你 你读了那么多书 学了学七八年 你有办法出来当职业命理师吗 很有可能你收的钱 你批命就乱七八糟的 你收了钱以后你会紧张 你批命就乱七八糟 没收钱批命的时候 还可以拐拐骗骗的 当一旦收了钱的时候 那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压力也来了 然后客人是真的有事情问 你还不一定知道 因为你都是用以前的那一种的算法 一辈子怎么样 以后会一人 那十年后会怎么样 问题人家不要问你这种东西 人家问你说我现在这个问题 我该怎么处理 那不就倒掉了吗 所以这一个就是实际的一个学习路线 我不是走那一种书院路线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都一直在那边读书 然后有了证兆 大学毕业了 我有一个大学的学历 然后进了七月以后才知道 妈的 在学校的时候 我以为我是高人一等 进了七月以后才知道 要学历人家也有 要历练人家有 我没有 要经验人家我没有 我而已比较强的是什么 我有活力而已 我的能力差人家那么多 对 因为你没有历练过 就像大学毕业的新鲜人一样 你没有历练过 你反而还不如那一些建教生 你知道吗 建教生最起码在学校的时候 他还会到那个企业去做实习 他还知道摸索一些东西 他知道企业可能在干什么 那个就是历练 所以我一定是走 建教合作班的那一种状况 就是叫你实际去做 我会跟你讲该怎么去做 你要怎么从网路上去抓 抓让你练习的客人 这个我都有办法让你去做 但是做了这一些过程 你不要问我 老师我批的对不对 而是你把他记下来 然后当你时间到了去验证 对了 我都是对的 我错了 哎呦 我真的搞不懂 为什么会这样 好 去问老师 我就会跟你回答 也就是说你一定是建立在有批命的经验上 而不是没有一个完整的批命 老师我批的这个对不对 你帮我看一看 你连答案都不知道了 你就不要来问我 就这么简单 你连答案都不知道 就不要来问我 因为我批的你也不知道 要不了解 我批的你也不知道答案 那我干嘛浪费这个时间 等你知道答案了 你赶快来问我 我批出来 你也知道答案了 你才有办法做验证 我批出来你不知道答案 原来是这样 你有什么印象深刻吗 不会 就算你就算完全批错了 你也只是把我的话 跟你说 我批错了 我老师讲什么 你也只不过是把我的话重复 又不是你自己讲的 这样子你会进步吗 答案当然不会 所以说学八字很重实际的练习 实际的练习 我一定是教给学生自己去做 我会教他怎么去找客人 怎么去做练习 我一定会教他 然后他去碰 他去碰 碰钉子都好 反正碰得乱七八糟的 头部血流再问我 因为你老师当时候也是一样 壮的比你更痛 我还没有人可以问 我还没有人可以问 所以你们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可以问 就是问我 但是先决条件 你批了命 你去做验证没有 假如没有 真的不要问我 我只会跟你讲 你就要去追踪 你就要去做验证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要去追踪 你要去做验证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教学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点 你要去练习 让你去知道说实际的批命到底是什么状况 你会发现到跟书上所讲的几乎完全不一样 几乎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走的是什么 实证的路线 为什么是走实证的路线 就是这样来的 而这样学八字是最快的 他是最快的 因为你实际到工厂去实习 跟你大学毕业以后 拿了学历才去公司 你之前已经有实习过 你都会比较有经验 你没有实习过 只是拿了一个文凭而已 你跟那个有实习过的就是落差 都是一样的道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希望大家对于学命理的时候 能够把他用来是印证 就是实际练习这一块 而不是只是在书上一直打转 一直打转 老师这个书上怎么讲 老师你怎么讲的 那个都没有用 那都是理论而已 那都是理论而已 你唯有亲自做过 练过 那个才是你自己的经验 你唯有自己练过 用过 那个才是你自己的经验 不管这个经验对还是错 最起码你都非常的有印象 你都很有印象 所以实证很重要 学理懂就行了 真的 学理懂就行了 不需要到深入 到18层地域那么深 不需要 会用才是真的 会用才是真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次有缘再见 拜拜